嘿大家好 丞昊 那今天這場比賽呢 我要再替一隻角色 深淵 那就是佩娜 佩娜剛出來的時候是蠻火的 感覺就是一隻團戰神角 但是 經過了風霜雪雨之後 佩娜變成一隻冷門角 已經淪為了勇跟趙雲差不多同等級的傢伙 選佩娜就會被罵 選勇就會被罵 選趙雲就會說你真的會玩嗎 不要開玩笑 這三隻角色 也是很強的 佩娜真的是團戰一劫 沒有人比佩娜還要更強 團戰真的是超強 這場比賽呢 對位的就是 奴蜜亞 新生一代的團戰一劫 我們就來一個新舊大PK 雖然這隻角色也是蠻新的 但他還是定位是跟愛麗絲一槍是一隻輔助角 那我們這裡就來先看一段神輔助畫面 先暈 然後再補 然後直接收掉這隻金娜 那因為我們這場其實有點沒溝通好 因為我一開始說我打輔助 然後沒有法師 我們這隊也沒有其他人去除法師 那我佩娜我稍微玩了一下發現 佩娜就是一隻輔助角 像幫悟空加個攻速這樣幫助他偷野 那所以我在戰場上的生存能力就夠高 那我基本上第一件裝是出寒冰全杖 可以使我的這隻笑傲飛鷹加上緩速的效果 那這一緩是不得了 對團戰來講是非常大的幫助 那第二個鞋子是遊蕩者的靴 因為我要一直往其他路去幫忙 哪裡有團戰的我就要趕快衝過去 雖然是四條腿 不過再加雙靴子應該是更快 然後再來我其他四樣裝備全部都是坦裝 沒錯就是出坦裝 愛麗絲其實也是有人出坦裝的玩法 那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話 我才能對整個團隊這個戰場發揮最大的功效 那你看像這裡輕輕鬆鬆的 就把對面的機器人給收掉 那這裡再加個攻速幫悟空打這隻古龍 結果呢做了一件很白癡的事啊 因為我急著回來清兵線 所以把他隻古龍給帶走了 那上路這裡呢 哇糟糕糟糕 哈被推掉了 那我這裡呢已經出到了 我的遊蕩者之靴了 那很多人配那就是會出 撿CD的嘛 那再加上就是回魔的 那我呢 我有出那個 騎士盾啊 就可以撿20%CD 然後我自己本身的奧義就有在減10% 呃 其實應該玩有點久的人應該大概都知道吧 就是 減CD最多就是減40% 所以呢剩下的10% 好像也是裝備 裝備不知道哪個裝備我忘了 還是就是減30%欸 我想一下喔 呃應該是那個吊飾啊 有一個魔防裝的那個吊飾 那個有減10% 所以總共是40% 那這裡呢 對方已經死3隻了 我來這裡先幫助上面呢 加快點攻速拆掉糖 然後魔龍的話呢 有悟空在吃 所以是非常的快 那我這裡呢 有點殘血 魔呢也有點不夠用了 所以趕快回去 那這裡呢我就不跟其他人搶魔啦 那盧蜜亞的這招大招啊 真的是 團戰的時候其實是真的是蠻可 蠻恐怖的 因為大家擠在一坨齁 你隨便走 隨便就是 被撞到啊 那這裡呢 來我馬上 展現這一隻 小迷路 最強的 時刻啊 大家有沒有看到啊 不得了啊 直接過來 五個人全部掛掉啊 我先呢用那隻笑傲菲莉亞出去 緩緩對手 之後呢 再站在中間開大 呃 這隻 呃 佩娜的大招呢 跟 貂蟬啊什麼 哥德是一樣喔 你千萬不要去移動喔 因為你移動的話 這個大招就沒了喔 那敵人要在你的這個圈圈裡面呢 大概 1.5秒之後 他就會 2秒之後他就會被暈眩 然後在這圈圈以內的隊友呢 防禦呢會瞬間的上升 那這裡中塔 直接不顧啦 因為這裡有會戰啊 會戰我是一定要到的啊 四條腿 當作兩條腿在衝啊 趕快過來 欸 其實四條腿好像是比較快喔 好啦沒關係啦 那這裡呢 來團戰一撿 準備收屍吧你 那這裡沒辦法喔 他已經退到他的塔裡面了 那對手呢 有兩隻還有十幾秒才復活 所以下路這裡呢 想要 看看能不能衝個一波喔 打個一波 那這裡哇 金娜直接過來開大喔 那我們的機器人感覺就是 喔被收掉了 那這裡的 哇 來不及 來不及救他 來不及救我們的 那一隻 那我這裡呢 呃也是帶治癒 然後 補啊 還要更補啊 就當作一個 飾物雞湯一樣啊 補的大家 不要不要啊 大家看到我都衝過來啊 那這個 佩娜呢 我覺得他使用的技巧就是 他那一隻 飛鷹喔 那我這裡看到呂布跟悟空在打 我想要幫 悟空補啊 結果他跑掉啊 沒關係我們的人呢 即時過來支援 他這隻呂布我想是 跑不掉了喔 那我這隻 再送一隻鳥出去 緩得大家 都是不要不要的啊 那這裡 金娜又衝過來了 那我趕快 他開圈圈 我也開圈圈幫大家補喔 那這裡我的 CD又好囉 那悟空馬上上來追個三棒 那這裡呢 機器人又衝進來攪局 那我們悟空血是很殘喔 他即時跳走 那這裡呢 我就趕快先 摳個撤退啦 那大家 剛剛不知道有沒有看到那一秒啊 我的那隻鳥啊 還在追那隻機器人 那隻鳥真的是 不撞到你啊 是不會死心的啊 如果呢 你看到你的隊友旁邊 跟著一隻鳥啊 千萬趕快離開啊 過不久那隻鳥就會跑到你身上來 雖然說佩娜的 呃 這暈眩的CD是非常的慢啊 不是非常慢 非常快 你看喔 像是我單獨一隻的話 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沒喔 但是 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帶 寒冰拳杖的原因喔 因為他加的這個緩速效果啊 可以讓這招 放大化啊 那這裡又有團戰喔 那 我這裡原本是想開個大招 就發現人太少了 就想說算了 那佩娜的大招呢 跟 呃 你自己還沒放 然後就急著放大招 因為他 你這個大招是 其實是對整個團隊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大家防禦瞬間都是飆高啊 然後 對方呢 大概一圈圈超過兩秒之後呢 就會被暈眩 那他這個暈眩呢 大概是一秒 比你的笑號分音還要久啊 那這裡我們一群人喔 撲過來趕快趕快的喔 這隻鳥飛出去 哇毫無收穫 那他們機器人從後排啊 想要切進來 那我這裡 鳥的CD又好囉 有沒有看到 這是 飛來飛去撞來撞去啊 撞的大家是不要不要 這裡開啟大招 嗯 沒有抓到任何一個人 那這裡 金娜呢 只要有小兵啊 就能暈到他 OK 收掉了 上路是收得乾淨啊 然後我們下路 中路這裡呢也是 直接打出一鍋A 那 呃 玩佩娜呢 大概就跟玩坦差不多啦 你就是盡量 跟團就跟團 然後不要單獨走 那這是我今天佩娜的 一點點小小的分享啦 那謝謝大家囉 掰掰 掰掰